现实们女士们 Ladies and 乡亲们 这里是我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场 今天要进行的是乒乓球比赛的决赛 本次比赛的规则与普通的乒乓球赛略有不同 为了决出真正的冠军 我们请到了来自地狱的友好生物 恶魂 你确定这玩意儿是友好生物吗 不许 你是从哪里冒菜的 不是你们领导找我来当特约嘉宾的吗 是吗 我怎么没有收到通知 哦 原来是这样 好的 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酷之导力临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声 那我们继续关注比赛的规则啦 本次比赛并不是同台竞技类型的模式 选手们要面对的对手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特邀运动员恶魂 恶魂会向场地上发出十次火焰弹 击中一枚火焰弹就能获得一分 规则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请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要说的是 好的 那么运动员们都登场了 让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选手呢 一号选手Mr.Doo 真不愧是猪猪一族的王子 非常的英姿萨爽 二号选手是我们的凋零选手 这可是大魔王级别的选手 在我的世界中 论击球应该没有谁能比得过他了吧 三号选手非常特殊 他是一位隐形人 因为过于神秘 所以我们不多做介绍 不知道你觉得这场比赛 谁的夺冠希望最大呢 呃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三号选手 因为隐形这一特性非常的bug 裁判甚至无法判断出 还有没有击中火球 我认为他会满分夺冠 好的 那么比赛战时开始 朱先生已经开始击球 一个 两个 非常不错 继续保持 哎呀 漏掉一个非常的可惜啊 朱先生还在努力 这是第六次击球 目前为止 朱先生只丢了一分 比赛结束 朱先生的最终成绩是九分 非常棒 不愧是能与我站在同一领奖台上的猪 下一位出战的选手是 呃 试影型人 看起来我们的凋零选手还没有准备好 好的 比赛开始 诶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恶魂没有突出火球啊 导播麻烦帮我们问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 那么很遗憾 因为恶魂无法辨别场上是否有人 所以影型人的最终成绩是零分 非常可惜 最后一场比赛开始 凋零选手出场了 这是 呃 恶魂被凋零击败了 这是什么情况 凋零选手紧张到 表情吐出的凋零之手 打伤了恶魂 裁判判定凋零选手成绩无效 比赛结束 冠军是我们的Mr.猪 让我们高兴我们的猪先生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枚金牌 好了 那么本次直播结束 欢迎下次收看 可不知道晚上吃点啥呢 大肠刺身吧 诶 怎么摄像机还没关呢 合成老阿阳也太简单了 我的分数轻轻松松就破钱了 这么easy的游戏 居然会把阿阳和裤子难倒 这是丢人丢大方 不过这游戏蛮好玩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